是怎样的有利人士才能让这家餐饮公司大变身 它可以进口相关的阴影COVID-19的医疗器材的专案输入的公司 我想这家公司的本职它根本就是一个食品业公司 它根本不具备医疗的专业 它在去年的8月5号就被指挥中心纳入15家因应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 也就是COVID-19申请医疗器材输入的核准的名单之中 这是很耐人寻味的 才109年11月才刚刚变更维生医公司 然后隔年的8月就获得卫物部来核准它可以进口相关的 因应COVID-19的医疗器材的专案输入的公司 我想这家公司的本职它根本就是一个食品业公司 它根本不具备医疗的专业 实质上了不起它成立生意公司 我们说它只是一个贸易商为了 但是更奇怪的是 这个安心塞家用新冠病毒和原自我检测套组 它准备要进口的是韩国赛特瑞恩制药公司研发制造 在台湾就有台湾的赛特瑞恩有限公司 那么关系再远一点 剑桥集团也在代理赛特瑞恩制药公司的慢性用药 那为何要绕一大圈子 为何非得要透过高登环球生意有限公司代为恰定 非得要找一家小吃店去引进快三世纪 而且听说还不是直接跟我们韩国的赛特瑞恩制药公司购买 反而还要跨越太平洋去向美国的代理商购买 获得美国EUA授权的韩国赛特瑞恩制药公司的快三世纪 请您看练打赏支持明镜与前一位 巴马姓